他是太宗亲定的顾名大臣 却在流放中刻死他乡 他亲手提起了灵烟阁革命 却在一百多年间都无缘进入灵烟阁 大唐英雄传誌 是是非非 除岁良 除岁良不但是唐太宗时期的重臣 还是出唐四大书法家之一 根据记载 灵烟阁革的革命 就是由他亲笔所提 唐人书品把他的字 誉为字里今生 行间欲润 法则温雅 美丽多方 无论是刻在洛阳龙门师窟 洛宾洞内的音阙复堪碑 还是刻于 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 石碑上的雁塔圣教序 都是明动天下的传世书法 甚至据说 在清乾隆皇帝所收藏的 八本蓝情序模本中 至少有两件 是归于楚岁良民家的 那么这样一位伟大的书法家 又是怎样成为 唐太宗亲定的顾命大臣 为什么一直以耿介著称的塔 最后却落得流放边陲的下场 为什么当年奉赵提格的塔 却在一百多年间都无缘进入零延阁 陕西师范大学于庚者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唐英雄传誌 是是非非 楚岁良 唐高宗显庆二年 岭南的爱州 也就是今天越南清化一座宅地内 心运刺史 正处在愤懑彷徨的情绪当中 他始终不明白 眼前的这一切 究竟是怎么造成的 自己怎么就从长安被贬到了这里来 这个时候的他 建康已经开始崩溃了 他颤抖着手 用这只曾经写下过无数书法精品的手 给皇上写信 希望能够唤起皇上 对自己的一丝哀怜 在信当中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当年太子李承前被费的时候 舆论倾向于立魏王李太 是臣等一致向皇帝推荐立的陛下您 臣隐义故争 明日葬入 先帝刘吴继玄陵姬 及臣定策立陛下 是我和长孙吴继 李姬以及房玄陵 跟皇帝一块商议 立您为太子 紧跟着他又说 太宗皇帝去世的时候 受遗诏的就是臣和长孙吴继两个人 当时陛下您哭的多伤心呢 您还记得吗 您甚至于用手抱着臣的脖子在哭 是臣等肯请您立即回到长安 发布这个复告 然后安定了执事 最后他恳求说 楼以鱼齿 起陛下哀怜 我这把微不足道的老骨头啊 还请陛下您哀怜吧 您可怜可怜我吧 就这个意思 他希望啊 这封信能够打动唐高宗皇帝 促使唐高宗想起自己当年的那个好 想起自己的功军 把自己召回到长安 或者说起码给自己一个清白的名声吧 但是这封信送上去 没有任何回应 石沉大海 到了第二年 他就死去了 享年63岁 他的死标志着关隆集团的消亡 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个人就是储岁良 一个曾经是重中之重的大臣 一个伟大的书法家 一个以耿直而著称的人 在这封上书里头 他提到过 对他这个生平影响巨大的两件大事 其实还有一件事 他心中没有提到 他也不敢再提这个事 这三件事加起来 构成了储岁良一生的主要脉络 我们下面分别来看一下这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 雍丽晋王 储岁良的祖籍啊 是这个南方人 他是杭州前唐人 先祖都是南朝的官员 他的父亲名字叫楚亮 是当时有名的一个才子 所以说储岁良的这个学问那么大 那是有原因的 家学有渊源 楚亮在隋朝为官 后来呢 因为跟杨玄感曾经是朋友 受到了牵累 被贬到青海去当了个官 结果随末战乱的时候 楚亮还有自己这个儿子 储岁良一起 就是投靠在了西北军阀 薛举的门下 后来薛氏政权败亡之后 那么楚氏父子就投降了这个 唐王朝 在唐朝为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说实话啊 楚翠良啊 不显身不漏水 原因何在呢 第一 从武德到贞贯 初年这段阶段内 以打仗为主 这个阶段内 猛将谋臣吃香 像你这种文士不吃香 第二一点 你是个投降过来的人 建国战争 你没份吧 玄武能事变 你也没有参与吧 所以你要想上位 那必须得有点特殊的资本和机遇 这才行 要说资本 哎你还别说 咱楚翠良啊 还真有 此人保读诗书是才高八道 那个学问啊 在当时唐朝全国来说 那都是数得上 史书说他 博社文史 由公立书 富有欧阳巡 慎重 书读得多 懂得多 而且写得一手的好书法 特别擅长立书 他的父亲的朋友 欧阳巡 特别器重他 好家伙 欧阳巡 开玩笑 大书法家呀 对不对 欧几字嘛 那么欧阳巡 能够看重楚翠良 足以说明年轻时候的楚翠良 这笔字啊 应该说已经是相当的了得 刚开始的时候 楚翠良 学谁的字呢 他学的是随莫唐出大书法家 于是男的字 后来又曾经师从史灵 而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 法术要录记载说 唐太宗也曾经跟史灵学过书法 换句话说 就是说唐太宗和楚翠良两个人 在书法这个方面 是同门的师兄弟 就这个意思 最后 为楚翠良打开仕途的 还就是这个书法 当时于是男去世了 太宗很伤心 他跟魏征说 从此再没有人 可以一块议论书法 魏征说 那不见得 有一个人 我给你推荐一下 谁呢 楚翠良 魏征说 楚翠良这个人呢 下笔求尽 慎得 甚得 王毅少之体 他这个书法呀 颇有 王室的这个风格 唐太宗听了之后 很高兴 马上下令 招楚翠良 入内 誓书 这是楚翠良 第一次接近唐太宗 时间呢 是真贯十年 老实说啊 这比起其他的 林延阁功臣来说 这个时间已经是 真的是很晚很晚 有人说 楚翠良虽以耿直而著称 却也并非白痞无暇 也有人说 刘济事件 是楚翠良一生最大的污点 敬请关注 大唐英诚断志 是是非非 楚翠良 楚翠良来到唐太宗身边之后 很快展示了他的学识 唐太宗本身就是个书法家 对书法有狂热的爱好 尤其爱二王的书法 于是在全天下 重金征集王羲之等人的作品 结果很多人争相尽献 这些书法作品真伪莫辩 而楚翠良却可以丝毫不错的 鉴别出王羲之书法的真伪 使得没有人再敢将赝品送来邀功 从此唐太宗格外欣赏和信任楚翠良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 不但让唐太宗更加重视楚翠良 还为楚翠良赢得了光泛的赞誉 当时楚翠良任建议大夫 兼之起居士 也就是负责使馆的工作 唐太宗提出 他想看一看自己的起居住 这事儿啊 那真是前无古人呢 唐太宗之前 没有哪个皇帝看自己的起居住 中国古代的皇帝 你要说他是专制 但是皇权也不是毫无约束啊 皇帝身边有史官 左始济言右始济世 流传后世 你皇帝 要想不被后人戳肩骨 你做事儿说话 你呀就得小心点 就这个意思 太宗这么做 其实最大的心理动机 是怕别人写他的那个玄武门事变 尤其是怕别人把他写成第二个隋扬帝 而且更深层的动机就是 他想修改史书 那楚西良性格耿直啊 绝对不可能答应你这样的要求 他说 史书讲究的就是直言不讳 目的就是不让君主为非作歹 没听说过哪个皇帝 自己看自己的史书的 那么 太宗紧跟着就问了 那 要是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你也就记下来了 是吧 楚西良说 那我当然要记了 他说 守道不如守官 臣直当载笔 君举必计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坚持道义 不如坚守职责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啊 就是说 道义是大道理 大道理是需要落实到实处的 什么实处呢 就是我要坚守我的职责 我要有职业精神 就这个意思 这个时候 大臣刘继在旁边 也跟着帮枪 刘继说 这个皇帝 您这个问这个话啊 问的就就就不对 您做了坏事 即便楚遂良不计 天下人也得计 对不对 你就多余问这句话 就这个意思 于是唐太宗只好 作罢 这个阶段内啊 唐太宗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啊 继承人问题 太子李承前太不像话 举止荒唐 魏王李太 则 时刻在觊觎着太子之位 群臣们都觉得这很危险 为什么呢 这大有一种 当年玄武门事变之前的那种气氛 大家心里都在都在想 可千万别再来一遭 所以都在劝唐太宗 早日有一个定夺 而楚遂良就在这件事情上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此时的楚遂良位高权重 尤其是他跟太宗朝 第一号大臣 长孙吴继关系特别好 所以呢 他也就是官隆集团里边的核心成员 因为长孙吴继是官隆集团总代表 唐太宗刚开始的时候 是倾向于立魏王李太的 魏王李太这个人也很争气 很积极上进 组织编撰扩地制 而且李贤下士 朝神当中就有不少人支持他 比方说 岑文本 刘继 皇上甚至已经口头答应 立魏王李太为太子 岑文本和刘继在旁边 也劝太宗这么做 可是 长孙吴继 楚遂良 不喜欢魏王李太 他们想立的是晋王李治 太宗有一次告诉楚遂良 说呀 哎呀你不知道 魏王李太这孩子呀 太让我感动 怎么回事呢 他呀刚跟我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我有个儿子 这个 我以后 如果能够当了皇帝 我就会把我这个儿子呀 杀掉 等我死了以后呢 皇位就可以传给 晋王李治 这样说的 唐太宗说 你跟楚遂良说 你还敢动不敢动 人都说 孩子都爱自己的孩子 他都把孩子杀掉 传为给自己的兄弟 多好 楚遂良一听就不对劲 马上就提醒唐太宗 你这话错得离谱 你想想可能吗 一个人当了皇帝之后 能把自己的爱子杀掉 传为给自己的兄弟 你想想这事 可能不可能 太宗一听 这才凡然醒悟 那么魏王李太自己也犯了一个大错误 怎么呢 这小子太猴急了 他主动去威胁晋王李治 他找到静王李治说 你啊 你小子啊 你和那个谋反的汉王元昌之间关系特别好 你给我小心这点 结果这事大大的刺激了唐太宗 因为唐太宗处理继承人问题 有一个底线 就是不能再发生玄武门事变那样的事情 兄弟之间再不能杀戮了 所以利谁都首先要保证其他皇子能够继续活得下去 那么此时他一看 利谁都不合适 只有利晋王李治 因为李治性格温和 他当了皇帝 估计能够保全其他皇子的性命 所以最后他拍板 利晋王李治为太子 那么楚岁良在这些事情上功不可没呀 而且楚岁良并不仅仅满意于说李治成为太子了 他还想为太子保驾护航 怎么个保驾护航呢 那就要铲除能够威胁到太子的人 哪些人可以威胁到的 李承前 李太 其实这些人已经没能量了 不用说了 那么还有一些人是现实的威胁 什么人呢 就是当年曾经拥护过魏王李太的那些人 这些人 有些人还在位 这是个威胁 主要就是陈文本和刘继 那么陈文本 真怪19年 也就死掉了 那么还有一个 刘继 刘继由此就成为了长孙吴继和楚岁良 眼中钉 肉中刺 结果 他们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 真怪19年 太宗得了一场大病 病情非常的严重 刘继和大臣马周进去看望 出来了之后 周围人都在问 哎呀是 您刚才进去看皇上了 皇上这病情怎么样啊 结果刘继哭着说 病情很严重 不容乐观 就说了这么一番话 结果这番话 让咱们长孙吴继和楚岁良给知道 楚岁良就拿这句话做文章 他说 他到太宗面前告状说 说刘继在外面说 您病病得特别重 而且刘继还说了这么一番话 国家之事不足利 正当辅少祖 行 以祸之事 大臣有意志 诸之自然定义 意思是说 刘继看到太宗病重 还蛮高兴 为什么呢 他觉得自己有机会了 以后啊 可以辅佐这个少祖监国 可以当一个 一瘾祸光那样的人物 就这个意思 而且大臣当中 凡是有不听话的 我就准备把他给杀了 哇 太宗听了这个话之后 脑子不得了 这是仁臣应该说的话吗 所以太宗马上就招这个刘继进来 要进行对治 刘继一听是大呼冤枉啊 说我没说这个话啊 楚岁良在旁边说 就是你说的 我听见了 就你说的 那么这个刘继马上就找证人 马周不是跟他在一起吗 对不对 他把马周请过来 说皇上你问问马周 你看我说这个话没有 马周的说辞当然跟刘继是一样的 但是楚岁良在旁边说 马周和刘继是同党 他为他隐晦 结果 这场辩论的最后的结果就是 太宗认定刘继有罪 于是下令赐刘继自尽 刘继就这么死了 你看看这事 按理说呀 太宗听信楚岁良啊 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刘继这个人精明强干 是个很能干的人 这点要承认 但是这个人也的确有很多的毛病 最大的毛病就是骄傲自满 自高自大 性格偏激 他以前曾经说过类似的话 他曾经说过 这个辅佐这个太子监国 以后有谁要是不听话的话 把他杀了就可以了 这个话他的确说过 当然不是在这次事件上说的 但是这个话当时太宗听了 心里头已经很不高兴 所以这回 楚岁良一添油加醋 太宗就倾向于相信楚岁良 刘继就这么死掉了 这件事被视作为楚岁良一生最大的污点 宋在司马光写自治通见的时候 他就不相信楚岁良能做出这种事 他的论点有三点 第一 终止不为此事 楚岁良是个终止之人 他怎么能干这种事 第二 肃无怨愁 司马光说 楚岁良和刘继没啥矛盾吗 既然没啥矛盾 他就没有做案动机吗 第三一点 后人诬陷 武则天时期掌管使馆工作的是谁呢 是许静宗 而许静宗恰恰是长孙无忌和楚岁良的敌人 所以司马光认定 这件事肯定是许静宗栽到楚岁良投上来的 你要我来做评断的话 我认为司马光三点都不成立 为什么呢 我们下面分析一下 第一 楚岁良纯然中直吗 楚岁良这个人性格耿直 这不假 给太宗屡次上见言 为国际民生鼓语呼 这也不假 但是 此人绝非白币无瑕 楚岁良一生 多次有诬陷他人 甚至仗势欺人的事情发生 比如高宗时期 黄一爱谋反事件 这事发生也就发生了 结果偏巧 唐朝宗使江夏王李道宗和长孙无忌 楚岁良之间关系不好 结果长孙无忌和楚岁良两个人 就诬告江夏王李道宗和黄一爱之间有勾结 最后导致江夏王被流放 并且很快的就去世 所以 我们可以说 在楚岁良的耿直的外表之下 原本就有阴暗的一面 他是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 采取一些不入流的手段 包括诬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此司马光说他纯然中直 不可能搞诬陷 这点不成功 第二 楚与刘无矛盾吗 司马光说这段话的时候 他忘记了 那个刘继当年曾经支持过魏王李泰这件事情 说实话 这件事才是这个事件的一个导火索 第三 陷害刘继之事 只有许静宗记载吗 楚岁良倒台以后 刘继的后人曾经告过欲状 说 我家的我父亲是被 这个 楚岁良给陷害的 而有趣的是 这件事 司马光自己的资质通鉴 也记载了一笔 那就有意思了 您说 这件事难道完全是虚构吗 你不也记载了吗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他是唐太宗眼中可以脱钩的重臣 他亲手提起了灵燕阁的革命 但是为什么却在太宗时期一直无缘进入灵燕阁 敬请关注大唐英雄传誓 是是非非 楚岁良 公元六百四十九年 真冠二十三年 病重的唐太宗在弥留之际 专门将长孙无忌与楚岁良照到床前 对二人说 探五帝即霍光 刘备托诸葛亮 真今伪轻矣 太子仁孝 其尽常复制 这一番脱钩之词 足见唐太宗对长孙无忌 楚岁良的信任和重视 那么身为脱钩重臣的楚岁良 又是为什么在太宗时期 甚至高宗时期 都无缘进入灵燕阁呢 第二件大事 遗诏辅证 唐太宗对楚岁良的这个信任呢 在他的晚年达到了高峰了 楚岁良俨然成了长孙无忌之后 排名第二位的最重要的大臣 唐太宗曾经这样形容过楚岁良 这段话很有意思 他是这么说的 学问稍长 性依兼政 记血忠诚 甚亲父于朕 譬如飞鸟依人 自家怜爱 楚岁良这个人 年龄比较大 学问也好 对我又非常的恭承 而且呢 跟我很亲近 宛如小鸟依人 您听听这句话 小鸟依人 这句话姓 这就是这个成语啊 出处就在这 就从这出来的 这句话现在是用来形容女孩子的吧 你想不到当年是用来 形容楚岁良这个大老爷们了吧 楚岁良的多数书法精品 也都是在这个阶段内完成的 此时的他应该说是春风得意 心情畅快 所以下笔如有神 唐太宗表彰林烟阁功臣的时候 那个林烟阁的那个阁名 就命令由楚岁良来书写 有的观众啊 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 您既然说 他是唐太宗心目当中 多重要多重要的人物 那为啥 他在唐太宗时期没有进入林烟阁呢 这个原因很简单 我们前面就讲过 林烟阁虽然是真冠 十几年才搞起来的 但是林烟阁表彰的主要是 建国功臣和玄武门事变功臣 这两件事 楚岁良都没有参与嘛 一句话 资历还是不够 尽管23年 唐太宗病重 在病榻之上 他所确立的 未来的辅政大臣 就是长孙吴继和楚岁良两个人 弥留之际 他曾经握着楚岁良的手 说了这样的一句遗嘱 这句遗嘱 对楚岁良的后半生影响巨大 他是怎么说的呢 朕家儿家父 今已助清 我这一对好儿子好儿媳 从此就交托给你了 这好儿媳是谁啊 当然绝不可能说的是武则天 而是太子妃王室 王室是太宗 亲力的太子妃 那么日后 楚岁良 死心塌地的拥护王皇后 原因无非就是这么两点 第一 王室名门望族 且是关隆集团成员 第二 就是太宗的遗嘱 太宗可是 当年可是 把儿子和儿媳妇 一起交付给我的 因此我要保护的话 我就得两个人一起保护嘛 也就是这种心态 促使楚岁良 将维护皇后 维护皇帝和皇后 当作自己生命当中的一切 但也就是这种心态 把它推向了人生的深渊 第三件大事 反对武则天 当时唐高宗要废掉王皇后 立武则天 刚一提出来 就遭到了长孙无忌 楚岁良 于智宁的反对 这些老臣呢 志得意满 从来都是把唐高宗 当作小孩子来看待 把他的事情 看作自己的天然事物 那至于武则天 好家伙 你们想一想 咱现在说武则天 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那当年武则天 是个啥嘛 对吧 武则天当时 一 无出身 武士啊 在当时是小姓啊 没出身 第二 没靠山 武则天他爸早就死了 没什么靠山 第三 吴党羽 当时武则天刚从感业寺 回到宫中啊 截然一身啊 除了倚靠唐高宗之外 他能倚靠谁啊 手下没人呢 所以 这些众臣刚开始 真的没把武则天 当作一回事 这场立后之争啊 如同历史上那些 以弱胜强的战役一样 若方最后是利用了强者的轻敌 和内部的缝隙 从而实现了大逆转 开始的时候 长孙无忌这座堡垒 你就攻不下来 这家伙油盐不尽 唐高宗和武则天 登门拜访 到人家府上去求人家 人家都不答应 至于储碎粮 那你更是想都不要想 这个人性格那么样的耿直 而且太宗遗嘱对于他来说 那是人生的底线 是绝对不容突破的 在这场斗争当中 储碎粮 我给他总结两个罪 第一个罪 最先明确表态反对 长孙无忌对待高宗和武则天的态度 起码还是个顾左右而言他 不正面对抗 不接招 而储碎粮则是第一个站出来 公开表示反对的重臣 当时皇帝决定摊牌 正式召开御前会议 招长孙无忌 储碎粮 这个 李姬 于智宁 入内殿 结果在进去之前 储碎粮跟其他人说 哥几个啊 今儿都别拦着 我呀 我要第一个冲上去 今儿这个会 肯定是为了立后这个事 那么太尉 也就是长孙无忌 是国舅 那么司空 也就是李姬 是功臣 你们都不要率先提出反对 怕得罪了皇上 皇上杀了你们 最后给皇上落一个杀这个国舅和功臣的这个恶名 我储碎粮啥都不是 对不对 先帝竟然能让我当顾命大臣 今天我要不以死抗争的话 我以后都没法在皇权之下见先帝 第二个罪 态度最为激烈 这场会议呢 当然太有名了 武则天和老臣呢 算是在这场会议上第一次正面的交锋 会议分两天 第一天 高宗提出来 说是 王皇后啊 无子 这是个大问题 所以呢 我想换皇后 立武士为皇后 结果储碎粮 第一个站出来发言 他搬出了太宗遗言 巴拉巴拉说了一通之后 他又说 先帝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 您也在场吧 您听到了吧 对不对 现在皇后没有任何过错 您却要废掉他 这道理讲不通 我不敢听从您的 我也不敢违背先帝的遗命 这等于是又搬出太宗来压高宗一头 其实他呀 这储碎粮这人啊 怎么说呢 这人真不懂得揣测别人的心理 高宗最不喜欢听的其实就是这句话 这场会议不欢而散 第二天接着再开 武则天站在帐后偷听 双方是越说越激动 这次会议主角最抢眼的 又是咱们楚瀚粮 是慷慨陈词 而且这次列出了两大理由 不可立武士 哪两大理由呢 第一 武士 门帝韩威 第二 这回终于接了高宗的伤疤了 这个武士啊 那是先帝的妃子呀 您这是丑闻哪 你还立他为皇后 你不怕后人戳你脊梁骨啊 你想想高宗听了这话 他能高兴得了吗 对不对 此时 这个楚瀚粮还越说越激动 最后呢 这个帽子也摘下来了 这个手中的护板也扔到地上了 边扔还边说 把护板还给你 我要告老还乡 哎呀 高宗简直是气得不得了 高宗命令左右人给我把他站去 而这个时候 武则天在帐后听得也实在是忍耐不住 武则天一声怒吼 何不扑杀此聊 怎么不杀了这个老男男 你看看是这个成和体统的闹到什么地步 啊 这场会议就这样 在一片乱哄哄的这个气氛当中 结束 这场会议 标志着高宗武则天和元老仲臣集团之间公开的决裂 此时和高宗 此时啊 高宗和武则天呢 必须另辟蹊径 迂回攻击 他们注意到了 元老当中唯有一个人始终不发言 不表态 就是那个李济 他们去找到李济做突破口 随后李济就说出了那句非常著名的话 死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这句话很简单 但是刚好激动要害 楚崔良那是外人 他反对你管他呢 你自家的事吗 哇 这下子高宗一下子幡然醒悟 明白了 对啊 我管你们呢 于是他下命令 立武则天为皇后 而且还下令 贬楚崔良为谭州都督 过了不多久又改任贵州都督 再过了几天 又贬为爱州刺史 第二年 楚崔良就去世 享年六十三岁 酒鬼香全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二百铁骑突击敌营 胜一万对敌十万 胜平定西域 昼夜急值三百里 胜泛海远征 统领十万水陆两军 胜大唐英雄转职 大功不显苏定放 楚崔良 一个太宗亲定的顾命大臣 一个当年为太子李治竭尽全力的人 仅仅是反对唐高宗改立新皇后 为什么就落得一扁再扁 最后克死他乡的家常 甚至在他死后 他的子孙后代 也被流放到他去世的地方 那么唐高宗对待楚崔良如此不念旧情 是否还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呢 请继续收看 大唐英雄传誌 是是非非 楚崔良 表面看起来是因为在会议上得罪了皇帝 态度太激烈了 实际上有更深层的这个原因 第一 他的倒台 是皇帝的需要 太宗给高宗留下了这么一个元老重臣集团 而高宗这个人说实话 不是咱们想象中的那么软弱 他也总想摆脱父亲的阴影 要摆脱这个阴影 就必须摆脱这个元老重臣集团 所以利后事件不过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第二 他的倒台是时代的需要 关隆集团那种狭隘的派系官 已经不符合 唐朝这个统一大帝国的需求 所以关隆集团退出历史舞台 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楚崔良的死令人扼腕叹息 毕竟这是一个有着极高才华的人 忠诚职守之人 而他的死完全是派系斗争的结果 他到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 他的那个对手武则天 以后会做出怎样惊天动地的大事 你还曾经惋惜过这皇后之位 怎么让他给夺走 你可知道 后来他连江山都夺走了 正因为此后大约半个世纪 一直是这个小女子的天下 所以楚崔良也就没有出头之日 一直到武则天去世前几天 楚崔良的名字 才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怎么回事呢 在弥留之际 武则天下令去帝号 称则天大圣皇后 而且在仪令当中 有一句话特别引人注目 其王肖二家及楚崔良 韩怨等子孙亲属 当时原类者贤令服业 人之将死啊 其言也善 武则天在临去世之前 最惦记的是这四家人 王皇后 肖淑妃 以及大臣楚崔良和韩怨 他始终在挂念这四家 你说有意思吗 按理说武则天一生的敌人够多了 他杀了好多人 你怎么就单单惦记着这四个呢 我估计武则天一生当中 可能觉得自己最亏欠的事情 就是这个立后事件 因此到了临死之前 说是让这些人的子孙 恢复身份 付其就业 多多少少弥补一下自己内心的一个亏欠 而楚崔良进入由他提写革命的这个林燕阁的时间 那相当晚 是唐德宗时期 旧唐书德宗记记载说 真元五年九月 昭以楚崔良以下至李盛等二十七人 徒刑于林燕阁 以继国出功臣之下 时间都过去一个多世纪了 为何唐德宗此时想起表彰楚崔良 那就是因为此时的唐德宗 屡遭臣下叛乱之苦 痛定思痛 对这个历史上 本朝历史上 忠义之人特别的缅怀 而楚崔良 你看他 对不对 这个范延直见唐太宗 慷慨激昂反对武则天 这些行为 在唐德宗眼里头 那是标准的忠臣的形象 所以唐德宗特别看重这个楚崔良 下一讲 我们将讲述一位与楚崔良同时进入林燕阁的唐太大将苏定芳 今天这个时候 或许懂了